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富商也要参与航母招标 但这两人后来放弃了 他们怕有政治风险 徐增平成了代表中国参加乌克兰招标的唯一人选 当时中央很重视这件事 给了徐增平很大的支持 但只是精神支持 物质上支持不了太多 总之国家很乐意徐增平去做这个事情 钱的问题还要老徐自己解决一大部分 但老徐说 他无怨无悔 认为有巨大的使命感 这种使命感让他的热情从未消退过 说起当年他们在马路旁 在僻静的地方讨论计划详情 他还是感慨万千 于是徐增平就带着二百万美元和五香二锅头去了 尽管他下定决心倾家荡产也要买 但乌克兰的态度还是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人家不相信中国有这个能力 严寂的乌克兰人 怀疑中国的专家能不能研制出航母 乌克兰要求徐增平出示在国际一流银行 开出的五千万美元以上的存款证明 徐增平哪有那么多钱 他旗下的银行存款值有三千万 剩下的钱要靠他变卖别墅 抵达土地和向商业伙伴借贷 徐增平一开始也是成功的商人 早年移居香港已经有上千万的身家 后来创办了企业 旗下还有银行 积累了不少财富 但钱到用十方分少 徐增平拿不出钱 只能办抵押 他不仅将银行的地皮抵押出去 还变卖了自己的好宅和名下的土地 终于筹集了足够的资金 还买了两块地做航母停放的基地 一个商人为了国家不惜倾家荡产 负债累累 为中国的航母梦想 他做出的牺牲太大了 他是值得我们崇敬的 据徐增平回忆 为了这艘航母 他不仅付出了两亿美元 还包括两个办公室运营的开支 当时国家撤出了对航母的援助 徐增平一切都是自己来办的 他的行为将中国研制航母的日期缩短了二十年 这艘航母最终承载中国人的梦想 翱翔在大海上 为此 我们应该感谢徐增平 大家知道辽宁建旗 石前身就是瓦良格号 但瓦良格号却很少有人知道 徐增平对乌克兰说 他自己打算建造一个海上游玩 保证不用于军事 才打消乌克兰最后的顾虑 为了这艘航母 徐增平想尽了办法 有趣的是购买这艘航母后 这艘航母的图纸和各种资料 加起来有二十吨重 当这艘航母经历千显万难被运回来 不断美国干预 土耳其也找出各种借口不让通过海峡 而且还被扣留了 最终付出了昂贵的费用 经过好几年这艘航母才被放回来 航母回到中国后 徐增平没有留着自己用 而是上交国家 分文不取 但是国家还是给了一面 紧急表彰他的功劳 徐增平在爱国商人中是第一位的 他还给清华捐了两个亿 用于科技研究 所以让我们记住这位商人吧 为他的行为点赞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 请说历史 爱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 铭记每一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今天我要记住的工作 Had a Ben 还不允许歌